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Perset 我们先把上面的例子 我们先给它注视掉 然后大家看 我们先举一个相对综合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还会讲到一个 关于删除属性的 这样一个栏目的操作 我们举的例子是这样 比方说当前我有个对象 比方说叫做user 然后这个对象呢 具有相对属性 比如说内密属性 形成 然后呢 age属性34 另外还跟前面那个例子一样 它有一个下滑线开头的属性 表示password 然后呢 比如说我就写三个信号 我就是这样的啊 我希望当前 以下滑线开头的这样的属性 它表示的是 我想作为的一个seo属性 然后呢 我需要用prosy 去防止当前 对下滑线开头属性的 任何访问 什么任何访问 比如说 获取不可以 设置不可以 删除也不可以 然后呢 在我循环倍率的时候 也不能够循环倍率读取到 下滑线开头的属性 大家应该听明白的需求 是吧 大家觉得这个需求 应该怎么做 首先 我们如果想获取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用到get 这样的栏件操作 设置的话呢 会用到set 对吧 删除的话 其实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delete property 这样一个栏件操作 然后呢 循环倍率的时候 是不是会用到一个叫做on piece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需求吧 首先 还是一样定义一个proxy 这样一个代理 然后呢 传递对应参数 另外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 我们先做 获取get 大家记得获取的时候 它对应几个参数吗 第一个 是不是当前目标的 这样一个对象 第二个呢 是不是所获取的 当前这个属性 因为get 就是用于拦截 当前对象的属性的 让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判断一下 比如说 我们想判断 当前你传掉一个属性 它所对应的值 是不是以下回线开头的 对吧 如果以下回线开头呢 比如说 我就抛出一个异常 比如说 一个new arrow 抛出异常嘛 对吧 new arrow 比如说就打印一个不可 访问 OK 打印这样这么上 否则 否则如果当前你是一个 不是以下回线开头属性 那我就直接return回 当前target 它所对应的 proft 这样一个属性值 对吧 当然 你也可以写成那种 三分运算符的方式 都可以 然后呢 写完概念以后 我们先测试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想输出 user下面的edge属性 大家看121行 是不是能够输入 这个随道34 那如果我现在想输出 当前下光线 password的这个属性呢 大家再看121行 是不是pulsor的错误 什么错误 不可访问 就是我们自己 资金这样一个adron OK 这样的话 get的栏结 我们是不是做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实现一个set 这样的栏结操作 这两句呢 我先给它 注释一下 表面左边也就是错误 看着不好 对不对 当然这边有个兜号 OK set的栏结操作呢 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参数 还是当前我们这样一个目标 第二个参数呢 是你要设置的哪个数星 第三个 是不是它所对应的值啊 对吧 这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是还要判断 判断什么 当前proc 它到底是不是以 当前下光线开始了 如果是下光线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 抛出一个异常 比如说还是抛出 不可访问 那否则呢 大家想要否则怎么办 否则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当前这个值 设置一个对应的属性了 它对应的什么就是 VL这个值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对于set的属性来说 它一定要返回一个 不耳性的值 比如说我们这边 就返回一个对应的tree OK 表示设置成功 这时候呢 我们设置一下 比如说当前我给 user.h属性 我把它改成 18岁 这时候呢 我再输出user.h属性 这就得到值 是不是应该是18岁 OK 这是正常的 那再讲 比如说当前呢 我想给user 下面的下滑线 password 进行签计的复制 比如说 我随便复制个值 大家 当我保存以后 那这边 设备会报作 当前不可访问 当然 这边我们可以这么写 比如说可以用tree catch 把它包裹起来 比如说tree 当前 我呢 就复制 然后呢 在这边 catch里面 其实 我们可以打印出 对应的异常了 比如说这边 我们写一个e 然后呢 在这边 我们打印出 一点message 反正这时候 代码第136号 其实是不是就能够 抛出对应的错误提示 对吧 这种不太规范 我们出来开始 把它包裹起来 这是get和set 那接下来 我们实现一下 删除操作 对于删除的栏结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 新的栏结方法 叫做delete property 这时候呢 它就会对 删除操作 进行 缓解 缓解 删除 OK 这个delete property 这个缓解操作呢 它缓解的是 delete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delete property 这个方法 也需要返回一个 沃尔形的词 我们看 同样的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判断 这边呢 我们直接沾稳了 也需要判断 是不是以下方线开筹 如果是的话 就不允许 比如说 不可删除 OK 不可删除 否则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 普通属性的话 那么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 delete操作符 我们就用delete操作 去删除 当然删除的时候 我们这边 是不是也应该 对应相当的参数啊 这时候 我们就把delete下面 对应的prop属性 我们去把它删除掉 然后不要忘了 这个delete property 需要返回一个 不尔形的词 所以说 我们就听了一个tree 这时候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规范一些 写个tree catch 在外面写一个catch 不过异常嘛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个e 我们同样打出 e.message 也就是我们 自定义这样 一个凑信息啊 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现在通过delete 我们删除 user下面的age属性 这时候呢 我们再输出 对应的user下面的 age属性 大家看152号 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对吧 我们再试试一下 比如说 如果我当前 delete 要删除掉 user下面的 下关线password的属性 这时候我们看 会怎么样 1501号 是打印出 不可删除 所以说 当前delete property 这样一个 拦截操作 它其实就是用于 拦截当前delete 这个方法 来一样的注意 OK 这个算是我们 这个例子里面 新讲的一个知识 另外 比如说 我还想在便利的时候 我们不想 去拥截出 当前以下关线 开头这样的属性 应该怎么办 前面我们讲过 循环便利的时候 用的拦截操作 是不是叫做onkeys 它对应的参数 是不是就叫做target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通过 offside.keys 去循环便利 当前我这样一个 建设对的key名 也就是件的名称 然后呢 我们通过filter 去循环便利当前 件名所形成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用key 进行相对应的判断 怎么判断 如果当前这个key 比如说 它start的位置 它是以下关线开头的 那就不是我要的 如果它 不是以下关线开头的 注意啊 这边是一个 非 如果不是以下关线开头的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 然后呢 我们把需要的这个结果 给它 移动回去 这时候呢 我们再试一试 循环便利 比如说我们通过 forin 我们在这边 定一个key 然后呢 in当前这个user 这时候我们打印出 对应的key值 大家看159号打印出的 是不是只有name和age 就并不会有 刚才下关线开头 那样一个password 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学习 proxy的下一个代理操作 我们先把前面的 这一堆代码 我们先把它注册一下 大家看 我们讲下一个 拦截操作的方式 叫做apply apply的作用呢 是用于拦截 函数的调用 以及call和apply的操作 大家看 那既然有函数的话 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 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说 我们定义一个 求和的函数 但是呢 求和函数 它这个参数 假设是不确定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之前的学的一个 扩展算符去做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先定义一个 基础值啊 一个0 然后呢 我们对于当前的参数 进行for each循环 里面的每一项 我们叫做item 我们显示这种 相对函数的形式 大家看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只要number 加等于这样一个item 就可以 最后 求完这个number 是不是就是 我们想要这样一个合 对吧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 我想去代理它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new prophecy 这个语法 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 之前我们代理的 是不是都是对象 这回我们代理的 是不是一个函数 后面的参数呢 还是个对象 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 代理操作 比如说 鹏海 当下 鹏海井来接操作呢 它后面一共 对应的是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其实指的是我们 拦截的这样一个目标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当前 这样一个 上下文 第三个参数 指的是目标对象的 这样一个参数的数组 也就是这个参数 其实是对应这个参数 当然这俩名字 不一定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这边 下场写成一样的 大家 比如说我的需求 很简单 我希望当前 对于这个sum求和完成以后 我把求和结果 比如说就乘一个2 这样的话代表 当前我这个代理 已经被调用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return 然后呢 当前这个target 然后把对应的参数 传进去 当然这个target的对应 是不是是sum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结果 我给它乘一个2 大家 这时候比如说 我们输出 当前sum求和 比如说我求1和2 注意 当前我这个写法 是不是只是 直接调用 当前sum这个方法 对吧 注意是直接函数调用 大家看 结果是1加2等于3 3乘以2 是不是应该是6 OK 那第二点 比如说 当前我调用的是 点靠 大家知道 第一个材料的作用 是不是改变这些举项 比如说 当前我有不想改变这些举项 我就闹呗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不是 你要传递到这个参数里面的一个一个参数 比如说 我传递个1 传递个2 再传递个3 那这样的话 求和求的是不是就是1加2加3 最后我再称一个2 对吧 结果应该是12吧 OK 也没有问题 这是靠 那对应的如果变成apply呢 apply的作用其实跟call是一样的 都是改变类似指向 第一个参数都是指向的新的那个对象 但是我们这次呢 不改变就是最近是no 后面参数不一样 call后面的参数指的就是 当前你调用这个函数 后面一个一个参数 而apply呢 后面参数对应的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对应的就是当前你调用这个方法 它所对应的参数 就是这样去 大家看 所以178行输出 那是不是还应该是12 OK 这个呢就是apply这样一个拦截操作 当我们函数被调用 或者说当你用call调用函数 或者是apply调用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被当前apply这个方法 被它去拦截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拦截方式 修改一些函数的返回值 这就是这个作用 我们再把这个例子先注视掉 我们再去讲一个拦截操作 叫做construct 我们之前在点类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一个词叫做constructor 对吧 够的函数 其实construct就是constructor的意思 然后呢 它又用拦截new这个命令 就是拦截这个new命令 大家想一想 new的话 我们是不是都是new一个class 对吧 然后等于一个实力化对象 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类 叫做user 然后呢 它是一个class 然后呢 既然class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constructor 比如说 当前它有一个name属性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this.name等于name 这样的话定义好原类 接下来 我把这原类进行代理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应该等于new proxy 对吧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 我要代理谁嘛 对吧 我们要代理的目标 就像是user这样一个class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对象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栏销操作 比如说当前我们设置的是construct 这样一个栏销操作 这个栏销操作呢 它一共对应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当前我们的这样一个 目标对象 比如说我们还叫target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当前构造函数的这样一个参数列表 我们叫做arguments 第三个参数呢 指的是创建实力的时候 new命令作用的那样一个拨打函数 比如说我们就叫new target 然后大家看 大家注意 construct当前这样一个栏销操作 它必须返回一个对象才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return return new当前这样一个target 然后呢 把我们对应的这些个参数 我们都给它放进去 OK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比如说我们输出new user 大写you啊 传递一个name属性 比如说做mmook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代码的第191号 是不是输出当前user的一个十大对象 并且name属性等于mmook 这时候其实相当于是 这边拦截了我们的操作 当然我们这边只不过是直接返回十大对象 并没有在这边进行一些相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打印出这个 我们看看188号 是不是说明当前我这个拦截器 它被执行了 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对prosy这个代理的一些常见的拦截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对前面学的这些拦截操作的方法 进行一个简单的求结 通过我们前面那些例子学习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prosy这个代理的意思 有没有一定理解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说 对于我们当前一些对象也好 或者方法也好 你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 我都先把你代理过来 这样的话 我用我相对应的拦截方法 就可以处理你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 这就是它代理的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张解课呢 学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拦截系的操作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get get的作用呢 其实是用于拦截当前对象属性的一个读操作 比如说我们通过对象点属性 或者对象中号的属性 这种方式呢 去读一些属性的时候 它呢就会调用get这样一个拦截的方式 第二个是set set的作用是对于拦截对象属性这样一个设置的时候 会用到set 比如说我们通过对象点属性设置值 或者对象中号属性设置值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经过set这样的拦截器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set的拦截器需要返回一个沃尔形的值 第三个我们学行了hass hass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通过 in这个操作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进行拦截呀 然后呢 它也需要返回一个沃尔形的值 第四个 我们是不是学行了onpiece这样一个拦截器 它的作用是当我们启用这些方法 对于对象里面的属性进行循环便利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就会通过onpiece这样的拦截器 把它拦截住 下一个我们是不是学行了delete property 这个是当我们通过delete的方法 去删除对象里面的某一个属性的时候 才会进行相当拦截 这个拦截器呢 也会返回一个沃尔形的值 接下来我们学行了upply进拦截器 它的作用是去拦截一个函数 当函数被调用 或者通过call调用 或者apply调用的时候 它是不是都会经过apply进拦截器 最后呢 我们讲讲了construct这样一个拦截器 它的作用是当我们new一个class 想得到一个实际化对象的时候 它会经过construct这个拦截器 比如说 当每次new之前 我们想执行一些什么样的拦截操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construct这个拦截器里面去完成 然后大家不要忘记 construct呢需要返回一个对象 这些呢就是这两节课 我们先要给大家讲解的 关于prosy这个代理的一些常用的 完结方法的一些作用 除此之外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学习前端的话 都应该听过view这样一个前端 非常主流的框架 对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 view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双向数据绑定 目前为止啊 真正的发布版本还是在view2这个版本 起码在我误证门课程之前 view3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大家应该也知道 在view2里面 实现双向数据绑定的方式 使用的是不是叫做 object.defineproperty 这样一个ES5的API 去实现的这样一个绑定的原理 但是呢 在view3里面 其实已经改成了 当前我们这节课讲的prosy 去实现这种原理 所以说prosy这种代理方式 在我们的一些项目当中 或者说一些酷的一些底层代码当中 都会有非常常见的一些应用 所以说这两节课呢 我们讲一些例子 大家回去以后 也需要多加练习 那么大家加油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